你见过这么强的程咬金吗 在被海悦拉进去开会出来后 在四人的围追捕结下 四血逃出生天后 直接把他们全部拿下 然而这么强的程咬金 并不是大家最近熟知的狂魔哥 而是浪羊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这局浪羊是如何打花木兰 谢后期如何做到这么强的 那打花木兰我们是直接找他 别让他抢二级啊 找他 找他找他找到就行了 好他把技能丢了 这就行了 没上没下来吧 没下来就没事 能成成绩就成成绩啊 兄们 张飞在干什么 张飞啊 要被吸跑了 有鬼骨子不好整的 你吓我一跳兄弟 幸亏你拿了 我还有个成绩 那有点浪费了 对面是红开的 对面是红开的话 这一步不会来抓我们 吃手恢复 这波到达三级 如果花木兰敢打的话 就咒他啊 浪羊整体的教学 不单单是兑现 而是也适用于 其他英雄时的打法思路 和防抓意识 这还要上啊 别别别别 开始撤退 你打卡 好吗 不行不行 这可不行打呀 吃个雪包 抢线会使自己 先到达四级 这花木兰就没得完了 应该是过来了 要没事我试了 我试了以后 他就杀不死我了 药应该在草里 花木兰的动向不太对劲 我找人有点多 走啦走啦 开始撤退 好几个呀 真吓人呢 我去 我躲了 哎呀 感觉这鬼谷子就会干 公本还是有点偷铁了 兄弟 导致自己家野区 直接备注 我只能驱赶他一下 然后吃你一只小鸡仔 好了 我要跟花木兰正面一打一了啊 教你们怎么打花木兰 他这花木兰四级以后 他就会敢打了 知道吧 但是我们要尽量保持半学以上啊 探潮的时候保持半学以上 保持半学以上 花木兰就秒不了 花木兰是个非常典型的蹲草英雄 你根本想不到他在哪个草 我们不用管他 可以先清线 那这一波这个药的话还会抓我呀 花木兰为了杀个人 放弃了一整波兵线 他自己是亏了 但是整体来说 他做他们赚了 蛇及为人呢 感觉到你会来抓我了 兄弟别想抓死我 防抓 但是你像这种情况就有弊端 你知道吧 因为要老师帮他抢线 他抢线我肯定是拦不住他支援的 他两个人抢线 我没办法的 哎 你终于不去支援了 那你等死吧 臭小子 下波就是你的死期 先别急 承接一下到七级 七级再跟他打登机又死 卡到后背 卡到后背他拍不到 知道吧 死 卡到后背 0.5个身位 卡到后背 他闪现也拍不到你 然后的话 要这波应该就上去了 我们直接断线 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 断线是最合适的 断线之间 一为一掉打花木兰的 像这一波 首先预判到会被打野来抓 紧接着确认安全后 细节操作单吃花木兰 推慢一点啊 花木兰正在往这赶 有机会让他 塔毁人王的 推慢点 推慢点 给他点希望 他才会守对吧 再让他绝望 他这波没闪现 先让他拍我点血 要不然我血量太高 杀不了他 然后拉开 好你又死了 一切都在我的计算之中 别急 A他一下刷新一技能 CD往后跳 细节拉满了 重咬金这个英雄 凭A敌方英雄 会减少自己一技能 一秒的CD 所以这波EVR 已然是细节拉满 但无奈还是倒下了 我这波 我这波换了一座塔 外带一个人头 绝对是不亏的 还拖了一波节奏 绝对是不亏的 知道吧 接下来先不要参团 等有不思鸟以后 再去参团 要不然被鬼骨子吸倒 就死知道吧 尽量是在边路找节奏 不要去参团 就像我告诉你们 像自己顺风 队友逆风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跟队友的节奏 会把自己也带崩盘的 我们一直在边路找节奏 牵制就行了 去跟我相反的路打 哎呀 你这么逼着我团呀 不要炸呀 然后浪阳也告知大家 在队友全部逆风的情况下 程咬金该去做什么 我去强行带我节奏 要再等人没关系 我以为 他应该会叫来花蜜蓝 从这个位置走 我直接不鸟我了吗 这个药应该会去拿蓝的 打退一头 你想要这个蓝吗 我偏不给你 我甚至还要反杀花蜜蓝 你怎么走兄弟 EV啊 别帮我 我单待无敌了 哎呀空本哥哥呀 哎呀应该被包了 对我来拉我开会兄弟 我今天不肉死你 还不让我看外面的视野啊 卡大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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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大枪才可以跑 哎干什么 臭小子想死啊 好捆到鬼故事也是可以的 直接跳他脸上 有什么关系 全是哥们的节奏 跳这个双buff 有双buff在留这个东方药 谁行啊 谁行啊 来跳 等你跳 哥们一切都在哥们的计算之中 跑 最喜欢关门打狗 我靠 直接前行带顺队友啊 这次对面一波野区 游戏来到八分钟 也出现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这波依旧是细节拉满 把队友从一封中带顺风 一波还是有可能会被包的 但是 呃 我先分析一波啊 怎么直接拉我走了 他直接拉我走 千万别跟他打啊 他队友肯定会包过来的 我们最后一秒再开打 临死前开出来大招 然后往外跳 跳个大枪 卡住大枪是不可能被他吸到的 这海月没闪他死了 老拿我开节奏 你开得到吗 对不对 这傻瓜老拿我开节奏 我也不知道咋想的 你哪里跑兄弟 闪现了 闪现了鬼骨子没闪现 下波没威胁的 卡大墙卡大墙卡大墙 是无敌的 卡大墙 他脸给我怼晕了 我去 10秒钟又是一条好汉 还是没有把队友救过来 这一波我包过去应该可以吧 来得及来得及 刚好来得及 你怎么敢跳的 海月在这个方向 先拿龙吧 但是海月有可能在 我先把他找出来 海月有可能在 算了不管他了 然后我们再补一手电刀 哎红buff红buff快快快快快 他们要打红了快快快 算了给公本吧 枪枪 哇操怎么又死了 右侧应该是有人的 这里应该是有人的啊 也没人管卤弹了 娘子追着我家卤弹跑 你们怎么敢的呀 能打到谁就先打谁 不要太贪 能杀一个就是一个对吧 先把他们拉扯一下 16秒又是一条好汉 逆向思维跑啊 正面肯定是赌 一堆人赌我的 所以要逆向思维跑 哎 你家队友就派你跟我打呀 那我不给你越了 上显不出我的实力呀 敢派一个要跟我打的呀 兄弟 什么干的 这波虽然中路掉了一座高地 但浪洋卡好队友复活的时间 但无奈没有杀掉这个东方药 哎呦别掉点了 再掉就带不飞你们了呀 操 哎呦被开了 卧槽 啊 亚铃都c断个球了 你们这么坑扎音啊 过来 我们先烧个药了 没办法呀 啊 傻鸟啊 就这样浪洋这局出色的表现 毁在了队友的手中 一人印 c四人投降 队友频繁掉点 刚复活就被团灭 而浪洋最后一波 又被东方药缠住 最后也只能看着水晶爆炸 太坑了 我去 我拉分啊 怎么会这么坑啊 但这把浪洋优秀的操作 以及顶尖的思路 供大家学习 我去